恰恰位于这个水网密集的地区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 要让高速铁路尽可能比值 同时要保证地基的稳固 这是摆在工程团队面前的两大难题 中国工程师想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500吨的自动驾桥机 能够提起超过自身重量近两倍的桥梁 独特的一体化设计 能够一台设备完成桥梁架设的各种工作 轻松穿过隧道架设不同跨度的桥梁 这是中国工程师的杰作 凭借中国强大的桥梁建造能力 工程团队决定放弃传统的路基 让整条高铁都架设在桥上 丹坤特大桥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桥梁 全长164公里 仅仅孔洞就多达4000多个 这段高铁不仅整个线路架在桥上 而且经过的车站也被放在了上面 其实 丹坤特大桥只是全部线路的代表之一 全长1318公里的金户高铁 80%的线路都建在桥梁之上 这些桥机被打入到了地下数十米的岩层中 采用这种方式 中国的工程人员让路基沉降 控制在了毫米级的范围之内 凌晨两点 朱华军和他的同事 需要在高铁运行的空窗期 对丹坤特大桥的路基沉降 进行常规检测 两个小时内 他们需要获取16公里路基的沉降数据 大街数据在政府20之内 在规定值之内 检测仪显示的各种数据说明 轨道和桥梁的检测参数都令人满意 张萍和他的团队服务的高速列车 将从北京出发 四个多小时后 他们将到达1300公里外的上海 把你们汽车的东西都归日立了 然后把该上的东西都上齐了 对啊 卫生间的镜面门看一下 然后卫生间的汽车基本情况看一下 看看手指里面的消耗品的补充情况 本屋车长站台接车请您开启全列车门 穿行于北京与上海的高铁列车 每年运送旅客超过一亿人次 高峰时期发车间隔最短只有三分钟 这让金户高铁成为了全球发车最为密集 同时也是最赚钱的黄金线路 在如此高的发车密集下 要保障线路的高效安全运行 全仰仗于世界上最先进的 列车控制和运营系统 这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指挥中心之一 上海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 这里的面积达到了两万平方米 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像今年2016年的村银 我们在部分区间开到了150队 达到最高峰 那么现在日军的这个旅客发送 光金户高铁本线 我们日军在30万人组 包括金户高铁在内 多达4100多趟的列车 在这里被24小时实时监控 张平所服务的高速列车 在这块监控显示屏上 只是一个移动的光标 这是一套中国自主研发的 调度指挥系统 从这里可以实时监控 上海调度中心辖区内 663座车站和40多条线路 同时监控的内容还包括 线路上所有桥梁隧道的状况 甚至包括每趟列车的车轴温度 行驶速度等实时数据 调度员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把线路的运输效率发挥到最佳 然而除了这些 他们还要时刻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 多变了天气 在张平服务的高铁列车 运行的前方区域 天气状况不容乐观 台风尼泊特让华东地区 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和暴雨 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 开始频繁报警 这个雨比较大 你要知道外面的人员 这个有显示的 显示平均 但是这个报警系统呢 它现在消不了 包括张平服务的高17次列车在内 有6列高铁将进入这片台风影响区域 那个登记消息以后 赶紧给我们信息 来来来来 报警出现后 调度人员需要根据时刻变化的降雨量 和天气状况和天气情况 发送不同指令 指导司机运行 同时 他们还需要迅速编辑新的列车运行调整方案 此时金户高铁沿线上 50多套安全监控预警系统正检测着风速降雨量的变化情况 它现在准备了现在马上消 所有的数据将以毫秒级的速度传送到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 和全国的入网中心 经过这个贸易巡检以后 达到了列车放行的条件 比如说首列天城市 先说15公里 天城后面第二列开始提到15公里 好吗 那就叫我们再来扎进去 台风的问题被顺利解决 高17次列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上海 在中国的高铁网络上 像这里一样的调度指挥中心 还有17个 两万公里的高铁线路 每天运行4200多列高铁列车 同时要面对复杂的地质和气候变化 中国高铁面对的挑战史无前例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挑战的出现 这让中国积累了海量的运营和管理经验 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比拟的 运行了一天的高铁列车 终于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 痛快地洗个澡 顺便也做个体检 长五百米 每根钢轨重三十吨 总计二十根的钢轨 被专门的轨道运输车 运载到施工现场 云南境内的铺轨工作 即将正式进行 然而开始之前 中国工程师们还需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五百米的钢轨需要依次被铺设和焊接 变成两千二百二十四公里完整的一根无缝钢轨 如此长距离的钢轨 应对的气候温差极大 钢轨产生的硬力惊人 这还不是最极端的情况 全长一千七百七十六公里的蓝芯高铁 面对的是更极端的挑战 一天之内 它要穿越雪山和沙漠 温差达到八十度 深夜市民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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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